好,同学们,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人后教课堂,我是乌云老师,那么从今天本节课起啊,就我来带领大家来学习一下我们的空间布局,反游化这一块啊,那么呢,对于很多零基础的小白啊,特别是零基础的小白,或者是做了几个月的助理来说了的话呢, 那么可能大家刚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空间布局的话,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手足无措,这个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啊,手足无措,确实啊,会有一种非常惊慌的过程,这个呢,无所后非,都是这样啊,我们那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那么呢,为了让我们的小白,或者是说学生,又或者是说只干了几个月的助理来说,能够迅速上手, 做出一套完整的方案,那么呢,我要在 下面的内容当中,会给大家详细的 讲解到,好吧,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小白 或者说助理,或者是说,呃,一些学生来说 对于做方案,大家没有这样一个概念 为什么我会说没有这个概念呢,因为 大家可能以为做方案就是白白家居啊,又或者说 就是说,把这个,我们原始皇家图,是吧,给它填满就可以了,其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认识 因为必定啊,我们经常说,我们今天做的是平面方案 对吧,但是现实当中,它真的是平面吗,它不是平面,懂了没有 它是一个空间,它是一个我们用阴影单子说的books,它是一个空间 所以我更多的时候会强调,是我们的空间布局 这个呢,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好 那么呢,我们把这个话题再转回来 对于一个小白也好,或者说对于一个转行也好 或者说呢,对于一个学生也好 或者说,哎,干了呢,几个月的助理来讲 那么如何可以快速上手呢 就做出一套能够签单的方案呢 那么,我可以给大家去来讲一下 哎,好吧 首先啊,对于软件这一块 对于我们的工具这一块呢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实力设计师常用的是什么 是CD 对吧,当然无可或非这个呢 CD做方案也都正常 但是呢,它必定有局限性 为什么呢?因为CD它是一个矢量的软件 它可以无限的放大和缩小 在我们家庄里面来说话 它更多的是画我们的施工图 为什么呢? 这个大家要明白 为什么说它是画施工图 因为它的尺寸会非常的精准 你比如说我们画直线L 偏移命令 对吧 那么都是有精准的数字来控制的 但是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放眼于大局来说的话呢 它就未必可以了 好,一会儿呢 我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案例 那么呢 还有同学可能会用到什么 我们的PS做彩图 这个呢也OK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以后要作为一个长远的一个 发展或者设计师的一个更远的道路来说 有一个软件大家不得不学 就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公屏左上角的这个软件 看到没有 这个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是什么呢 就是说的SKB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软件它非常的重要 它不仅仅可以呢 画我们的平面 而且呢画立面以及我们的透视 关于这个软件 我在这里不做过多讲解 好吧 但是呢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SKB 它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啊 一个优点 好吧 首先第一点呢 它可以非常的快速啊 它非常可以快速的呢 将我们的空间划分出来 那么说普通一点 说通俗点 就是我们的功能板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功能板块 大家都知道 由我们的客厅玄关餐厅等等等等 而组合而成 如果用CD话 那么你将无法去做成 因为你要知道 你们必定要放的很小 比如说画条纸线 可能画一个十米的这样的一个线段 就太长 这个屏幕就滚动的很大 甚至说OPM一个什么 我们说过 哎 一个120的墙后 那可能你这个屏幕 就会缩得很小很小 你始终无法做到一个大局观 明白了没有 但是用我们SKB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SKB 可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户型 可以迅速的进行功能的切分 那比如说 哎 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方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会员课同学 曾经做的一个方案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说用CD的话 今天你可能会思考半天 但是如果说大家会有这个SKB 它效果就不一样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得到 对吧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大刀破斧的将这个空间概括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们可以大刀破斧的将这个空间概括出来 那么以这个地方为中心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显然是我们的洞区 那么两边左右就是我们的一个进区吗 对不对 是不是 中间的就是我们的洞区 对不对 看这个就非常快了 那么中间的一个过道呢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双切线把它切下来 对不对 底下还是一样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去切一下 你会发现今天这个空间 慢慢的就一步一步出来了 是不是 看一下 这不就是我们的餐厅吗 这个不就是我们的客厅吗 看到没有 是吧 这些小空间 慢慢慢慢就很快切出来了 所以说如果用CD你是很难做到这种效果的 所以说呢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我们说的非常的快速 知道吗 第二个呢 是非常的方便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最终会跟客户进行一个什么交流和沟通的过程 那么呢 我们俗称叫谈单 那么在谈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围绕着我们方案当中的细节呢 进行一个阐述 或者是自己设计思维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很少去看过有人用CD在那里呢 给我们客户画立面 但是呢 用我们SKB就非常的快了 好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哦 就是说我们做方案这些常用到的软件哦 但是对于刚才说的小白也好啊 助理也好啊 对不对 或者是学生名也好啊 对不对 那么大家刚开始来可能连比例都把握不准 所以说大家还是先用CD 是不是 当大家对我们大致的一些尺寸比例比较精准了以后 那么大家再去用我们SKB呢 也未尝不可 好吧 那么这个软件的问题呢 我先给大家呢 先接到这里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说做方案当中 大家必须要掌握到一些最最最最最基本的一些什么技能 好 比如我们第一点来说 还是以我们这个方案来说 好吧 那么呢 可能大家刚接触不可能有这么大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最开始要接触的是什么呢 大家来跟着我们来思考一下 是不是给你们一个原始框架图 大家是要把我们这个家具摆进去 是不是 那么就是我们俗说的最最最初的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摆家居阶段 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家具摆进去 知道吗 摆家居 这个呢 是一个无可厚非的过程 因为但凡是一个刚入门方案的人化 那么这个也是你们必须要具备的 那么摆家居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大家对我们这个尺寸呢 以及我们这个比例要非常的清楚 尺寸和比例非常清楚 因为有的时候呢 明知道这个过道呢 你留的太宽了浪费了 太窄了 那个借 是吧 又太挤了 有的时候那个家具放的不太合适 就放不进去 是不是啊 人坐上去不舒服 那简单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衣柜啊 比如说我们的过道啊 还有呢 我们厨房的这些什么操作台面空间啊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东西呢 都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大家呢 应该有这样的一定的常识 对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要讲到第二步是什么呢 第二步就是说 关于我们的一个公益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公益 它是决定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案 能够落地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今天方案做的再怎么屌 再怎么牛逼 这个工益行不通话 就意味着今天这个 它只是一个什么 空中阁楼 无法呢 在现实当中呢 实现 所以这块呢 也是我经常去强调的 工益是保证我们的一个落地性的 好 到了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啊 采光和我们的动线 为什么我会把我们的动线这一块呢 给大家放进来 因为我们经常会说 这个空间 我们把它做出来 不求他做的有多么高大上啊 多么牛逼啊 多么有品位啊 是不是 但是一定要让别人觉得非常的舒适 对吧 所以说达到这三点 今天这个空间 我们不谈美感 我们只谈一点 使用起来呢 会非常的舒适 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是有体会吧 是不是 像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出现一些反人类的设计 比如说我们到酒店里面有的时候去住啊 会把那个马桶里跟那个洗手台本太近了 感觉人都走不过去腿啊什么 别过去了 对不对 还有的时候呢 就感觉那个东西开关插座呢 装的什么 装的太矮了 结果呢 那个充电器头子都插不上去 是不是 这也有 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的动线这块 感觉到那个地方呢 挤的要死非要人从这个地方绕过来 是不是 绕不进来嘛 等等等等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当我们初学的小白来说 能够达到这三点来说的话呢 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呢 刚刚入门的级别 为什么呢 不求做得很大气 但求我能让业主在这里面使用 可以呢 非常的舒适 让他呢 有一个呢 回家可以有一个精神休息的港湾 懂了吗 那么还是一样啊 我们以相应的案例 给大家展示一下 谢谢大家